那那個我本身在區塊鏈比特幣做蠻舊的 Minecoin的平台 我們之前早期應該公司Als有來跟你談過一次 對然後還有Avi也曾經在 然後是Avi也在世界 那我覺得區塊鏈基本上缺少一個真正的應用 對 因為現在你什麼愛生的東西都是 我覺得都是一些蠻不好的東西這樣子 太虛擬了 那我覺得真正的幾個應用 基本上是建立聯邦 我們可以到時候再講聯邦 因為聯邦不見得要用區塊鏈來建立 第二個基本上是 那個Crowfunding的概念 Crowfunding基本上也只是在 做了傳統金流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傳統金流你外面的錢要進來鼓台灣的話 你還是要經過投審會啊這種東西這樣子 所以是讓這個金流打開而已 第三個我覺得是黑箱作業 黑箱作業可是真正的大部分的人 傾向相信一個單位這樣子 那我認為這個 這種單位 大部分因為傾向相信單位啦 所以說你給他太多自由 他其實不太會去 複選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這種黑箱作業其實 我覺得分成幾個應用 其中一個就是博弈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red number怎麼 怎麼generate出來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唱票的時候 你不知道是票怎麼唱的 那就包括我們今天 你在看這個 比如說今天台灣投完票之後 然後你有看到有人在 在拿那個手機在旁邊拍嗎 還可以直播嗎 對 就直播這個東西 問題是這樣子拍的情況下 當然還有人嘗錯 所以說怎麼會發生 這個東西嗎 最近這兩天才發生的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這樣的唱票 這樣的我們現在投票的方式 已經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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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單細胞的方式在投 就是你只能投一次而已 票票等次的概念 對 如果說你開始要有 你要開始 multiple choice 或者說你要preferential voting 甚至是你提過的QVC 這種東西 對 可是你基本上也不太能用人去投 你基本上用信息在投 但重點不是在於投票 重點在於說 我同時間有一個 有一個普世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我們希望在 這個投票其實如果說很多人不會去問 這個怎麼唱的過程 這只是一個應用 可是這應用知道有沒有那個需求 因為不見得有這個市場的底面 可是我們知道有一個市場的底面就是 如果說你可以把一些 就所謂的傻幣 把比特幣像這種東西 放在人民的手上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 強烈的一個誘因 像參與式預算那樣子 對不起 參與式預算這樣 就是說大家都有一筆錢來 投入你所想要 補助的公共利益的計畫 是像這樣 類似 類似像我們現在的Gitcoin 這樣子的一個 對 但 重點的獎勵不是原本的 因為現在其實這種東西 也不是我們現在的發明 大家都在做這個東西 現在有那種所謂的email survey 然後你tm survey 你會累積點數這樣子 那可是這個點數基本上它 你要累積到很久很久才可以換到一支筆 或一杯咖啡這樣子 那你也不太可能去點數給它發 新台幣發 新台幣可以發 就是第一個你不能發 低於一塊錢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最好也是要同一家銀行 才可以免費的發 要不然你每筆金還是要經過財經公司 那你這樣扣以後就已經沒有什麼了 重點是說你給它一個數字 也有一些聰明人大眾會問說 這不是你給我一個數字 並不是我代表真的擁有這個東西 大部分人現在要低於一塊錢 就是要抽獎嗎 對 對 但是如果這一塊錢 這個給新台幣跟給比特幣的差別在於說 比特幣當然有漲 可是有可能會跌 有可能會跌也可能會漲 可是新台幣基本上就是保持在那個地方 所以誘因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加上現在基本上 我相信大部分民眾 我們基本上估算台灣不會超過十萬人 手上握有比特幣 但是其實很多人對比特幣很有型 應該都知道比特幣 可是不太會想 我想要用鈔票用新台幣去換比特幣 一直買的意思 但是我喜歡用換這個字 我們要的是用它瑣碎的時間去換取比特幣 對 我們都知道雅虎啟蒙泰瓦斯這個名調 然後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很多人都在投這樣 可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出來的結果 大家都在跨錢說這東西 到底是真是假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一個區塊鏈公開透明的方式 來寫這個 但是到底想說未來世界交易所有什麼 未來世界交易所比較像是 就是預測 那我們的話 基本上就是讓公眾可以去表達他的這些意見 因為其實像台灣人會對選舉這麼熱衷 就是他對於社會的議題或者說政治的這些事件來講 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對 所以這個等於我們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可以上來就是發表他自己的意見 就是用投票的方式來參與 那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 投票的機制設計 包括說你是 事先可以看到投票結果 或者是 最終結束之後才開票 這個都會去影響到整個投票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其實透過這樣的方式就可以 讓群眾他是能夠去參與到一些公共議題的討論 所以你的目的是要讓一個非常大的網家 好比像說Yahoo 他的WATLINE 所有的參與者 都能夠在同一個地方投票 基本上 我就這樣 不是只是他的親朋好友 因為如果是他的親朋好友 他在那個Facebook群組上面發起一個投票就解決了 公開的投票 就可以讓陌生人也可以來表達意見 我在講我直接自不量力講一件 這個東西我希望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我認為其實一天都可以有公投 講到公投不一定要政府出 因為公投投了之後你固定有執行力 可是至少他會有個輿論的壓力 就是說好那你知道現在大家的方向會長什麼樣子 可是公投基本上你也無法達到說投票率很高 因為投票基本上說不方便嘛 你要到一個Facebook location去投 但是基本上你又不能放心的讓人家remote的投 因為你有很多想把你就要實力認證這樣子 你無法證明他是不是 remote可以啦 但是在他自己的手機上是很困難 其實我覺得不會很困難 好比像說如果大家都到我們的國外的住處去投 那當然是可以 雖然他理論上是remote 因為他不在台灣 我想的是直接手機上投 對那但是手機上的話 確實因為每一家手機的攻擊表面都不一樣 因為你很難預防說 有人就是會在手機上面用一些別的方式來干預 或者記錄還有多少塊錢 我認為有兩個方式來解決 第一個是區塊鏈 可是區塊鏈解決不了所有東西 另外一面是有強大一點的KYC機制 就是實力驗證 但基本上實力驗證你要有效 可是又不需要侵略性 你不需要大家就是都拿到上傳身份證 你知道嗎 那其實 最常見就是你刷10塊錢再退他10塊錢 這是最常見的 對信用卡 可是信用卡也可以給人家使用 這樣子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台灣其實有2800萬隻手機號 SIM卡 可是只有兩三百萬人口 剛才有一些人有兩隻或三隻 意思就是有三隻 可是有一些人沒有手機這樣 可是基本上我相信我們如果 我不要講說我要百分之百 那這個就是TWID的植物 是就是TWID 所以我們就是想接TWID的那個東西 這樣子 那基本上只要確認好 那如果不是 因為你的手機基本上你手機掉了 你一定會 20小時之後你絕對會發現 你絕對會委屈 然後就掛這個SIM卡就沒有用了 對不對 就是基本上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SIM一票啦 簡單來講就這樣 一個SIM一票 一個身份證一票 一個身份證一票 因為用TWID去驗證完之後 是這個電話號碼 它會對應到一個身份證 所以即便它有兩個SIM 它也只是同一個 只抓一個 對 所以我們的實名驗證 希望說 它是真實的同一個 對 然後再搭配一些 一些User Behaviour的分析 你是可以看到說 這個到底是真實假 因為你不能排除說 還是有人想要做假帳號 人口帳號 這種小號來做這些事情 可是問題是有一天他會發現 從真的人回來的時候 腳號就會被消除掉了 因為真的人要 假設 現在你的帳號被人家 倒用來住邊註冊 可是有一天你發現 這邊東西你想參與的時候 你會想要再回來 回來的時候你跟我講 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可能欠你當面 跟Customer Service來碰面說 這是本人 那之前的東西 不好意思 你的客人已經被倒過了 我把它消除掉 然後重新再給予他 新的身份一次 這樣子 所以再怎麼樣 就不可能一次馬上到位 可是其實基本上 你的數字夠大 因為你看投票也不可能是 百分之百人都投 因為百分之六十人投 就很開心了 嗯 對 然後你會Overtime 去慢慢的擴大 所以對我來講 這東西我要的不是數字 我要的是Penetration 日本有兩億人口 是台灣的十倍 日本的四千萬 跟台灣的一千萬 我要台灣的一千萬 不要日本的四千萬 如果從這邊下去來的話 還是變成Passport的概念 你有社交學 大家也在推社交學 可是社交學是比較 你知道 比較硬一點的 我們不要能夠 我們要鼓勵性的 然後不是要處罰性的 這樣子 那你知道這個 這個東西接下來 假設我每個議題旁邊 可以貼一個文章 比如說今天大家要合適 可是不是每個都是 合適的事情的了解 所以說你要貼個文章 讓大家了解說 這個合適它的來龍圈脈 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才有一些 Education的Background 然後你才能去真的真的投 然後投完之後 你可以下去 你做的comment 我們今天要做的 這個東西跟Surface不一樣 還有跟Short Answer不一樣 跟Cora不一樣 在於說 Cora它的東西 比較無法量化 可以量化 你可以給它一些AI 好棒跟好棒棒跟 都很棒 都是positive 那你要給它 對這樣子 但是我們這東西 就是量化很快這樣子 但是你的量化 可以搭配下面的 不量化的東西 紙的東西 然後紙的東西 可能有所謂的生活 身為可以加分很多讚 讚的話 是不是可以有經濟效益 它可以有點數 之類的 這樣子 從這邊延伸出來 如果說你要是有 現在上面霸凌的話 大概可以fold down fold down的話 就直接擺擺盒的樣子 所以它會有一個 市場地去 出在 之前有一個叫 邰傑屏 跟一個叫高重建的 他們做like coin 做matter 有提過非常像的一個想法 是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 主要就是說 想法都有 可是問題是它少一個東西 去再增加 會想要回來的 嗯 我發現只有一個東西 通常就是新聞 可是新聞下去就是 因為你都想要看的東西 你以前都想要回來 對 你會想要去滑滑滑滑滑滑 然後可是在滑滑的時候 你 你不是只有看 你也可以有input 我們就是把這個input 帶進來 可是我們把這個input 把它變成有價值的 商業資訊 所以你們最自然的合作部分 當然就是Yahoo News 和Line2Demo 對不對 類似這樣子 對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就是它在應用的層面 有就是個人 或者是社會 或者是政府 那個人的部分的話 就比如說 每個人他都可以去create 他自己的票選 就是說 希望問大家的意見 的這些事情 那可能是跟 比如說 就是社區相關的 或者是跟我自己 個人事務相關的 就是類似像PVT上面 會有人問一些問題 對 PVT Line 跟Facebook 現在都非常多人 都一起投票 那社會的部分 就比如說 它可以應用在 比如說 像是商業應用 就是比如說 開股東會 董事會 或者是說 社區的法委會 等等 這些投票 它是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做區塊鏈公正的 這個方式 那如果是社會 政府的應用的話 就比如說 像民調公投 或者是說一些聯署 它都可以用這樣的機制 能夠讓民眾 比較方便 我想聯署跟公投還是不一樣的啦 聯署當然是 我聯署 他不一定會投他正面的支持的票 而且聯署的過程裡面 我也比較願意 我的個資 幫我處理聯署的人 至少他業務所必需的時候 他的秘密性 沒有秘密投票那麼高啦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電子聯署 總是比電子投票簡單 就是因為電子聯署 它一個拘束力 一個秘密性 都沒有電子投票那麼高 對 所以像公投的電子聯署 接下來就會做了 這個是很明確 我們會做的事情 對 因為公投法已經很明確的寫 公投的不在籍投票也有寫 但是公投法為什麼沒有寫 用電子的方式不在籍投票 就是因為那個的需要的秘密性 跟治安的要求 遠高於這兩個分別做 對 那所以公投法當時就沒有寫說 你要用電子的方式不在籍投票 嗯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你有一個這樣的方式機制 就是你電子化的話 可是一樣也會有人誇懸說 這東西要怎麼辦 你怎麼唱的 這個結果真是這樣子嗎 就是各黨派的人 都要有所謂演算法觀察員 然後這整套東西要開放員 然後大家的基本的數學的素養 都要好到 有點像愛沙尼亞 就是你從認真的系統 你就算不開員 你至少要開放大家瀏覽吧 等等的這種情況 那為什麼不用去管理就好 直接最公開 不是愛沙尼亞後來他們就回溯式的 把他們那套系統叫做區塊鏈 嗯 對 就是當然他們做的時候 只是一個分散式延伸系統 是 但是他後來區塊鏈爆紅 他就回溯式的說 我們當時就是區塊鏈 對 對 雖然很早於比特幣 對 因為現在講好了 其實區塊鏈不是什麼新的技術 他其實是一大的舊的技術 然後現有搭在一起 可是有幾項東西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他是 只能寫進去不能更改 因為現在說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分散式系統寫是說 我可以更改 但是我更改要大家都同意 可是基本上他只能寫進去 寫不 不能 erase 掉 還是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比較不一樣 所以說重點在於不是這個機制 而是說他的這個機制可以用在什麼樣的利用上 所以你是搭在一個公鏈上這樣嗎 搭在公鏈上 就是比特幣的公鏈 應該是說以太坊 以太坊的公鏈 對 那帶你獎勵的確實比特幣 對 所以是很特別 因為可惜以太坊 以太幣沒有名道 可是比特幣爭議性高 所以說話題性大 所以說大家都知道 對 爭議性高的比較有名 你今天用比特幣的話 比較容易去吸引到別人 好啊 那你如果看在以太坊公鏈上 那他這就是 他並沒有取代中選會或會計系統 他是一個讓中選會或會計系統 難以自己作假的一個 等於第二層防護而已 是 就你還是一個機構在做這件事情 只是這個機構 他的可以給出膠帶的被檢視的這個 大家檢視的成本變低了 因此他會想要作假的這個動機就變少了 對 那當然也會有一個聯考發放榜的那種機制 就是說每個議題你會有一個學號ID 就好像你穿在每次聯考的ID 對 那你自己可以去對 然後我可以跟你對 然後我們可以互相的去 你知道來查驗說這件事情 對 對啊 那可是你這樣子 系統外的來源是廣告 系統內的是手續費 對不對 對 差不多這樣子 但這兩個其實是互相矛盾的東西 這個廣告 與其講廣告部講說 它其實也是這邊一部分 只不過有些是 這樣講好了 這個廣告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是sponsorship 一種是Ads 我比較想摸的是sponsorship 不是Ads 這樣子 sponsorship有點像是 你看那種 四足大賽的時候 然後球場後面是有公司的Logo 那它不是那種握發率的廣告 說點這邊啊 50%off 什麼之類的這種東西這樣 但即使是這樣 你投票議題還是可能 牽涉到你廣告商的裡面 是 是沒有錯 可是廣告商這一本身 他也無法去 去 像講好了 去左右票 去左右票 它不能左右票 可是我投票權都先看到它 嗯 可是會左右嗎 這就很難講啊 政治廣告為什麼現在 精神投放這個議題這麼大 就是因為大家走進投票所前 會滑手機 他看到最後一則精神投放廣告 嗯 當然多少會影響他的投票行為 投票行為 不然大家就不用 眨那麼多錢來 立即投放了政治廣告 好 對那所以 我說這兩個是相反的意思 是因為廣告它現在 都已經是想要改變人的行為 它不是只是 預測人的行為 然後下廣告了 但是你這邊的目的就是 你要它真正的意思 能夠表現得出來 就是你的這個 投票資料的目的 所以我剛剛說 他們兩個打架的原因 就是因為廣告主 只要他有任何機會 去影響他的投票意向 他就會這樣做 沒有問題我想到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有解法 對 我也謝謝你提出的東西 那我可以在廣告 他投資前跟投資後 對 讓他的選擇撥出來 因為畢竟 你投一個 比如說 可有可樂 丟了一個議題出來 請大家來投 可是百事可樂 也可以丟同樣議題出來 請大家來投 可是實際上他們營運的模式不一樣 因為可樂可樂 跟人家說他 我針對 曾經喝過可樂可樂的人 才可以來參加這個東西 百事可樂說 不管是可樂可樂還是什麼 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那種不一樣 然後甚至可樂可樂說 我在你投資前 你就要先看我的廣告 你怎麼讓你知道 這個東西是我支持的 還是可樂說 我是事後才讓你支持的 對 那看你要選的是哪 對當然就是說 你一開始講清楚 就不會有問題 只是說不要變成說 好像到最後廣告商操控了你 能夠給出哪些 就是產品的行路 那因為如果到最後 手續費的收入只有10% 而廣告收入有90%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變成是 那你的服務對象 其實不是你的顧客 而他們變成你的商品 的這個情況 這個我們都很熟 我只是要提出來 有這個可能性 而且我也蠻購病這種被廣告商 綁架的這種媒體這種概念 所以但是基本上我覺得說 反正都丟在外面 我覺得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血量的 他們自己來判斷 那兩個一樣的問題 結果不一樣 我理解 你可以自己來看 我理解 我理解 但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Biz Model其實蠻簡單的 蠻Straight Forward的 這樣子 對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想要呈現的 OK 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想要講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說 這其實不是只填在那邊而已 我們其實希望說 這東西是有社群效應 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說 更多人可以來討論 可是討論的時候 不要 不要在下面 就是你知道現在雅務情況下面 有人在討論 下面討論的東西 比上面的新聞還要好看 可是下面討論 其實有時候講到最後 大家會開始 你知道嗎 開始罵人 會開始你知道 name calling這樣子 那 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鼓勵 一種 好的環境 這樣子 如果你太多真的name calling 你就直接被下架了 可是我說你有好的神回 大家覺得很中肯 你神回 只是好笑 也不能去傷害別人 你知道嗎 這種有一些這種 現不能財 那你這種神回 會有所謂的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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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 這樣子 我知道這一塊就是 neck point 我剛剛說 就是這樣子 對 對 對 是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說分開來看 當然都有一些解決方案吧 那當然你們這個 把它 媒合起來的這個方式 當然是一個新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 它雖然我們剛剛已經討論過在 因為模式上面或許會有一些外界的質疑 但是你們也已經想到這些質疑了嗎 所以我覺得都還是蠻好的一個方向 很值得做一個最小可惜方案出來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設計就是 我們其實在 使用者他註冊了之後 我們會有分為 就是 廣場跟議場 廣場的部分就是 基本上你不用經過KYC 就是不用實名認證 但是你也可以來參與投票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會去獎勵 發起問題 就是發起票選的人 就比方說他 問了一個好的問題 最多人投票 就是每週結算一次 最多人投票的這個票選 我們會去獎勵這個Creative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我們設計用來做Traction 然後這個部分也是讓 就比如說像之前去年的 就是公投 上次公投的時候 其實公投的題目很長 很大都看不到 那就比方說 像這次總統大選 就是如果這個題目是說 你支持哪個候選人 跟你覺得哪個候選人會當選 其實得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是不一樣的一個 這個是為了時間交易所 他們一天到晚就做這個題目 那其實就是 能夠問出好問題的 就是我們透過廣場這個機制 來獎勵他 那另外在議場的部分 是說他必須要經過 身份的驗證 或者是Democratic的一個分類 所以你們現在是已經交給TWID 做這個東西嗎? 其實還沒有 因為TWID的收費有點貴 對啊 可是其實也還好 應該是其實因為我們要用 其實應該是說只會用 因為其實像我們在經營MyCon的話 也是叫大家上傳身份證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身份證 其實不夠有利 因為詐騙還是很多 那後來會才要求大家說 上傳的手機帳單 但這個東西其實現在是 土法鏈剛好在做 然後頂多 可是還是會有 因為你PDF上傳的時候 你不知道可能會被造假 所以但是 有門檻高一點 門檻高一點 還有一個東西 因為我跟MyCoin不一樣 是MyCoin你可以買 我可以詐騙人 我下一張單 我自己不付錢 我請你去付錢 可是我這邊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說其實後來造假的人 其實畢竟也會少 因為它造假成本高 然後回收很有限 對很有限 所以說其實不太好 但是我其實要 因為我要只是確認說 你這個帳號不是幽靈帳號 所以說變成兩個帳號 一個是幽靈帳號 一個是不幽靈帳號 在他講的第一個 廣場 廣場我可以有幽靈帳號 沒有問題 可以有好多個口袋帳號 對口袋帳號 然後就是來參加這個contest 可是你會發現 在這邊當幽靈帳號 投票其實沒有錢的 因為你沒有被KYC過 你就在議場裡面 才會被 KKYC之後才會有那種 參加投票的朋友拿錢 然後這個投票的獎勵金 都是由廠商sponsor 自己來決定 他可以放到 看他的行銷bush多大 他就放多少 對 然後 因為對我來講 我剛才講過 重點是penetration 可是我penetration 不是要 這種幽靈帳號 我要是KYC過的 你要幽靈帳號的話 你要一千萬元 我就洗一千萬元 對 可是KYC過的話 其實這東西不賺錢 在這邊有KYC 要是有一百萬人 會兩百萬人 相當有價值的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就是我們的 maidration帶是長這樣子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集資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行銷活動 weekly contest 這個就是說 creator 去發問的人 發問的 要KYC過才可以 那發問的人 他可以 拿到獎金 只要他的問題 是最多人參與 投票 那他 不要說他問的問題非常好 他問到大家都想參與的問題 這樣子 因為人的時間 畢竟有限 大家都是入投票 我只要挑一個最多人 或是我最想看到的 所以早期加入你是close beta 然後他慢慢去咬人 還是誰都可以來交 其實我覺得 我可以直接去 直接去走到市場 我只要推 某個族群的人 我先推 賣Coin的用戶 币圈鏈圈 币圈鏈圈 就可以了 因為之前已經知道 比特幣的價值 他們絕對會回來 只要這邊有免費比特幣 那當然 我weekly contest 是我的marketing budget 我的 我的廣場是我的marketing budget 但是我的議場裡面 我自己也會扮演那個market maker 我自己要去 創幾個問題 比如說 大問題 很簡單幾個大問題 我就先創幾個 然後我當然也是 撥一些 撥一些在裡面 這是我的marketing budget 然後讓這些 你知道币圈鏈圈的 先從廣場 再進到議場 然後這邊知道之後 他們就會發現 這邊 我到時候會有一些 我這邊已經寄有的人數 那寄有人數之後 我可以分辨出來說 這是男生女生 年紀多大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可以從這邊 去跟其他的 sponsor 但是我今天會找 直接找sponsor 因為sponsor太大了 我可能碰不到他 所以我會 我會希望說自己變成 民調公司 私調公司 或者是行銷公司的一個 他們的工具 這樣子 OK 那可是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即使你讓他填了一些 個人資料 他離 就是這個sampling bias 還是非常大 你一開始的時候 會參加的人 絕對不是一般性的選民 所以 這在上面的 你做試調是可以 因為你試調可以TA是這些人 但是你做民調的話 這個要怎麼折算回民調 這就是一個很困難的 沒關係 我現在不要民調 因為我必須要先 我到達的程度之後 我不會讓他叫民調 我只會先來講說 現在你可以針對 你一樣的族群來target 因為 假設你是化妝品 你是化妝品廠商 你不會想要找 你知道嗎 不化妝的人來 來 對我理解啊 就跟你剛剛說 先sponsor 這概念是一樣的 我要講的只是說 那這個離 就是公共政策的拘束性 其實你一開始就在一個很遠的位置 你要慢慢慢慢就是 你真的有一千萬人了 再來跟我談代表性的問題 是是是 重新代表性 是是是 那你還在十萬人或一百萬人的時候 大概大部分感興趣的 都是做必要的人 是 對差不多這樣子 對 對 它是階段性的去成長 對 最重要的 其實是三法比特比這件事情 因為我相信這件事情 應該這樣講好了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 Social Experiment 跟你們這個地方的名稱是一樣的 對中本聰來講 是Social Experiment 只不過他一段 一半失敗半成功 失敗是什麼 成功是什麼 成功是說他 已經 我也死了 他就是這樣子 你也害客害不了就這樣子 對 可是失敗是什麼 失敗是人性的失敗 因為照理來講 反來是要 這個 這個叫什麼 Well Redistribution 但是 結果發現 所以因為它 Early Mover Advantage 只有Early Mover 對啊 但是其實 早期跟很多人講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 都覺得說 這些是一個瘋子這樣子 可是一大堆人或是 買一些詐騙 或是一些這種 保險這些些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那就是21世紀的 直通訊技術 配上大概15世紀的 治理技術 到最後就變這樣 但是 對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你會發現 其實現在在 就是有點 它失敗研究就是說 其實就是現在 因為照理來講 它不應該這麼快的去到 這個去挖礦的部分 它應該是 小小小的Community裡面 然後有點像是 回到一個原本自知識的那種 那種 就是你知道嗎 我重機你你重壓 然後我們呼喚這種東西 那種概念 大概16、17世紀的治理技術 是這樣沒有錯 對對對 那它太早就用一個很 就是很古老 而且現在證明已經過時的治理技術 那就造成就是 所謂的Paradoxical Incentive 就是說做壞事的人 反而被仇傷的這個狀況 對 可是做壞事其實 應該是說太平洋做壞事 說它比較 長期下來對這個生態系 有需不利的人 反而獲得短期的受傷 就是我們看到 比特幣很多狀況都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可是 可是 可是你還是會有一個 你還是會有一個 基本上會有個度量 一個基本位這樣子 就是短期來講 它的基本位的位置 在變圈區分來講 它的基本位置是已經 穩固的當然 但我的意思只是說 它作為保值的這個 因為所有人在這方面 都是權益相關人 所以我當然不會破壞它保值的能力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些雖然早期受益的人 可是實際上 他們要所謂的受益 是他們要下車 他們要下車 基本上還是要把他們手上的比特幣 換成了手上的物質 你還是要有經過這個 你不會再為我比特幣 你要換成 因為人其實不是要 你錢那麼多也沒有用 你人是要是物質 你要食物 你要這些東西 可是這東西全都是要用錢 去換回來 所以說 當你錢換來的時候 這個錢就散出來了 就是可以再增過去這樣子 所以雖然說 現在只是暫時性 可是我覺得長久之後 因為這些的人 他們 都會支付這件事情不外乎 也是想讓他們開他們 藍保金融或什麼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錢還都會 算是回到世界上 世界上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覺得 透過我們這樣子 把它服飾給到人 這個人手上 因為 畢竟我們訴求的 不是財富自由 訴求的 他是財富自主 對 而不是說像什麼 就你不是想說什麼富邦 在中國投資什麼東西 他就被動了60億 也就是說其實你的財富 放在政府的頭上 你真的財富其實不是 幣方沒有要收這個錢 那你要告訴我 以前是央行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的小朋友說 他們在這個遊戲裡面 他有多少分數這樣 但實際上重點 最重要的是 我們真的財富是 這些物質的 物質的滿足這樣子 對 食物啊 空氣啊 水啊 這些東西這樣 我覺得財富的價值 那 某種程度上 透過這樣的東西 透過這樣的一個自由 掌握 will的 就是 value storage 的一個機制 可以讓人去了解到 這個東西 當然這也要透過 當然要大家佩別說 008年金融海嘯啊 這種東西這樣子 它拓針大家對於 錢幣也只不過是 一種社會技術的這種想像空間 當然是非常成功的 很可能是近年來最成功的 的一個社會創新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我在講的只是說 這個社會創新系統本身 它現在感覺上是 主要以維護 在前面有參與的人的 不管是保值 或者是交易的利益 為主要的目的了 那對於這個系統 它未來的開放性 是有限制的 很可惜 所以這樣講而已 對 所以很可惜覺得說 現在因為像 我們算是在請教 實際上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是 merchant的這個 這個commerce的這個東西 這樣子 對 但我覺得如果說commerce 因為commerce要消耗 其實有點困難 不如說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 這樣的話其實對 幣價會有穩定的效應 這樣子 其實這個幣價 其實照我來講 它其實波動其實不是那麼大 它可以這樣子 可是它波動其實不平凡 它的平凡度 不是每天都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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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上去會很大 可是它是有機可取的 而且它是消息裡面相當的 sensitive 我們都知道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樣東西其實可以讓 把這個錢刪在人民的手上 其實可以穩定這個 穩定幣價的 這樣子 這樣對它的成長是好的 這樣子 但我不是 我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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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 你不是跟央行打對台嗎 不是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我們家央行真的倒掉了 再取代它就好 對 可是我覺得 沒有其實不用用美金就好 是 用那個叫做SDR就好 對 但是我覺得 人民應該都有這樣 應該都需要有這樣的一個 概念 因為這也包括了密碼學 包括你自己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你要說你這是公眾教育 是 這是公眾教育 其實我想看到這個東西 對 是 那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但是 我們之前常常看到這種的 就是說 就是你的第三方驗證 理論上透過以太方 你可以驗證 你拿到的 發的這些比特幣 理論上你可以去使用 但是很多時候 就是大家概念上知道 但是實際上 並沒有真的取缺 有關於這個的東西 對 那這個也是很多 其實社會企業它 有很好的產品或服務 所以它你透過產品 認識它後面的理念的 這個做法 有時候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那它的公眾教育的 另一道就會被削弱 反而是變成只是 在做前面的這個使用者體驗 那這當然是 不可或缺 你使用者體驗不好 也不會有人來用 但是如果只專注在使用者體驗 到最後你的獨立集合 或者你的發的比特幣 真的使用 反而沒有很清楚 讓你使用者知道的話 那這就變成另外一個遊戲化機制 當然不是說遊戲化不好 這樣 嗯嗯嗯嗯 對 是 理解 所以我們這邊 這邊包括說 什麼時候什麼點 因為我們希望說 這東西都是智能合約在跑 所以說 每一個投票還是智能合約 可是連發幣也是在智能合約 可是連發幣也是在智能合約 對 然後也是希望說 它在當下投完票就發 而且發到自己的錢包 因為我覺得它自己看到 對 而不是說它在一個前方的點數 嗯 這樣 好啊 加油 OK 你有什麼覺得可以修建議 或什麼之類的 還是你覺得我們可以 不像剛剛您提到 有關一些社會企業 他們除了說在商業營運之外 要去做一些 社會公益的事情的過程當中 可能 以我們這個case 可能會遭遇到的一些 問題或者是挑戰 可能會在那邊 對啊 就是說 就是大家會一開始就詢問說 這個的社會的公益性 大家要的不是說 你到2030年會做到怎麼樣 而是說他現在加入你 他立刻就可以看到 他的一塊錢 創造多少的公益性 那比像說 可能大家都比較知道的 奧丁丁的那種用法 或者是 Jay Provenus 對對對 那或者是那個 那叫什麼 福通園 最近 就是用區塊鏈去做什麼 生產作源 那個用法 這些他都只是 讓大家集合的成本減低 可是因為大家本來 就會想集合這件事情 就是自然農發 到底自不自然 等等 那有機農發到底有不有機之類 所以 因為他本來就解決一個 大家彼此互信的崗需 所以他即使只是節省成本 也可以很容易證明他有公共利益 那你們現在的主張 比較像是說 有點像解放大家 對於民主治理的 或者是金融自主的這個想像嗎 對 Provenus 其實我覺得也基於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Provenus 需要一個很強大的聯邦 對 對 基本上你要能夠每個去簽 你要在整個supply chain上面 都要是在這個 都要成為它的這個note才行 但是基本上 你的供應鏈要上鏈 你的供應鏈都要上鏈 對 而且是每個單位都要上鏈 對 這基本上 我覺得這有點困難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其實我們早就有這個東西 只是我們其實是 那個什麼C C CP 你知道嗎 一個蓋章 什麼優良食品蓋章 這種東西 GMP 對 對GMP這種東西這樣 可是GMP就是說 大家不用上鏈 你交給我 可是他沒有參與式的部分 我沒有要參與式驗證 我就是信任SGS 我信任誰幫我驗證 對 那現在要溯源 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參與式驗證 就是你幾年幾月幾日 跑去那邊 你真的可以看到這件事情發生 這樣子 但是我想就是說 這兩個 就像你說的 並不是它要取代了本來的模式 而是它讓本來的 就是單一被信任的機構 可以更容易的取得 大家都是公共信任 對 那你如果這件事情講清楚 它是有公益性的 對 那你們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們比起 雅虎其摸的投票 那為什麼它更有公益性 因為怎麼怎麼樣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case 它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不然大家不會想要 切換到你的 就是網頁插件 因為你更換一個網頁插件 它一定還是有開發跟微運的成本 而且做行銷的朋友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分享我的使用者資料 那為什麼還要 依賴於你才能取得使用者的互動資料等等 那你要說服它能夠這樣子做 一定要是說 但是你在 讓我們來幫你做這塊的時候 你不但節省成本 而且你節省成本 是可以創造某種公益性 那這個公益性是 身後可能你就要講得很清楚 對這個時候它才會做這樣子的切換 對 不然它直接去用Facebook內簽討論 就好 為什麼要自己寫 不過主要是因為KYC這東西 因為它沒有 它沒有那個身份 對它直接 就像你講它是個機身單單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才要用比特幣 比特幣讓他們變成KYC的用戶 我理解 我理解 但是就是說 這件事情 就是你發法幣也可以讓它變成KYC的用戶 並不需要特別去發幣 法幣比較難發 是因為我 因為 假設我要一塊錢 換你的身份證字號 那我必須 就是要一塊錢打給你 可是你不會為我一塊錢 給我的身份證字號 可能要十塊錢或二十塊錢 這樣子 對 然後呢 然後可是我要給你的話 因為你的銀行 跟我的銀行不見得是一樣的 因為我不想每筆都要走到財經 因為財經過去的話 每筆就要十塊錢 那所以說我希望的是 我不要給 我不要 我不要給 我不要給 我 你要節省它 對 那個發售 然後還有件事說 我可以發低於一塊錢以下的東西 對 那我在講的是說 大部分這種時候就抽獎了 所以法幣還是有法幣的做法 就是抽獎 對 因為抽獎你要發的就沒有那麼多了 這個我們同一卡票最厲害的 另外一個ECQ也就是類似的東西 所以它每天晚上有個三萬塊的東西 對 然後吸引大家上來看那個東西 是啊 然後 那每天你要猜對七題嗎 對 你七題都要答對才可以 對 對 但你的目的 因為就像你說的 要那麼多人手上有一點點比特幣 而不是少數人手上有很多領券 的原因是因為你想要 打開大家想像力的財務 對 可能性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普京區塊鏈的支持 穩定比特幣的貨幣值之類 就是我會建議 你的簡報 也許一開始就把這個當做你的公共目的 先把比特幣放在前面講 對啊 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要 剛剛講到的 拓增大家對於民族的想像 拓增大家對於財務自主的想像 穩定比特幣的這個幣值 那這樣如果我是你的投資者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claim非常的 outrageous 就是非常的 其實是害俗 對 可是應該講好了 那我用這個 因為這是我本來的想法啦 這東西是一個 我知道啦 這個我知道 然後你知道 下面講的是說 在去年的時候 我知道 對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做的其實是後面 其實真正 那個前面的transaction 那個sponsorship 其實是還好 我們其實是想要抓到更多的資料 對 然後是更多的是Log Data 對 但你的目的是 讓所有的資訊自主權增加 還是你的目的最後是 操控總統的選舉結果 對不對 這兩個都可以做嘛 介紹正式就是 操控總統選舉的結果 是 那如果你的目的是 操控總統選舉的結果 也可以啊 你就講清楚嘛 對 你的建議是說 我有說你的建議 是說你建議 把這種比特幣 那種民 那種財富自主的這個概念 先放在前面講 對 你可以隨便一條 財富自主是一種 或者是說 你希望增加公共討論的品質 like coin 的那種講法 這是一種嘛 那又或者是說 你希望真的就是 為了穩定比特幣的市值 這也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想法 因為它如果波動 就像你說的 越真實反映 市場的現狀而不是炒作 那大家越會認知到說 這是我直接加入的一個系統等等 對 就是說 我不是要你都講 是說 挑一個 大家聽起來就覺得說 喔 你能做到這樣真不錯 的這樣子一種 我們叫願景 然後用這個去發展你的論述 因為你現在的 簡報做法的困難就是說 我如果先看你的前幾頁 會覺得你的願景就是操縱總統大學的結果 那這樣子的話 你能夠合作的就有限了 對 對 就是說你要挑一個 跟人家的企業的使命也差不多的使命 但是你可以做得比他前瞻 做得比他有效等等 那就是你要先去看 不管是Yahoo或者是誰 的那個 他的company vision 就是他的公司願景 然後你去跟他說 我跟你的願景是一致的 但是我透過我的這個新的設計 我跟他這個願景 可能有效能不能壞 他會沒有什麼 你也是說 台台是要看見人說人 或見人說個人話 就因為你一個足夠大 而且存在足夠久的公司 尤其是網路公司 然後後面一定有一些 創造公共利益的部分在 不然早就被市場淘汰了 所以你與其是說 我純粹只是審理錢 或者幫你賺錢 對 那你不如說我在審理錢 會幫你賺錢的同時 也可以幫你推進你的 當初的公司願景 可是他們這些 他們現在的CEO 或總經理 他們會知道他們原本的這些 公共利益 現在的願景就好 有不需要以前的願景 他們信任的 當然都會改一下願景 我覺得他們信任的 好像都是只來看錢而已 這樣子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當然是不一樣 我當然是不一樣 對 我當然買Github 應該不是為了賺錢 是啊 我應該是更有影響力 對啦 更有影響力 比較重要 所以就是說它不一定是公共利益 但是在你擴增影響力的同時 至少不能造成公共損害 如果你擴增影響力 是造成公共損害 那一般來講 大的公司 就算它是只賺錢的 也會覺得說 那有某一天 我會很難跟我的 厲害外寫人交代 對 那這個時候你能合作 就是比較小的團隊 對 那所以我就是說 先求不上身體 就是你在做的事情 這個願景 是擴大影響力的 在過程裡面 你至少不要造成 某些公共利益的損害 你就論述說 現在達成這個願景的過程裡 難免會造成一些公害 那我們是一個 比較沒有公害的方式 來達成這個願景 那就讓人覺得說 這個用什麼 蘆尾做成的吸管 竟然還可以固碳 那就比塑膠吸管好的 那種角度 我不是說 你的目的是要救地球 你的目的還是要賣你的蘆尾吸管 對 但是你要先論述說 本來的 紫吸管有什麼問題 塑膠吸管有什麼問題 那最後為什麼你要選擇 我們這個蘆尾吸管 對他來說 有理解 其實我們在寫一些東西 但是我想 因為我今天沒有特別講的東西 因為這個我們很了解 對因為想說你太了解 我們直接就直接 對這個我們了解 對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順著那個願景 你這邊的產品用途 就應該要調整 比如說你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 跟傳統的詩调去做說 我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詩调方式 你這個deck很可能就是設計給詩调的人看 那也許就不要去提什麼彈劾 因為我是一個做詩调的人 我聽到彈劾兩個字 我就會想到被鄉民這個集體杯葛 台灣的集體杯葛是非常厲害的 對 動不動就可以一張家就消失了 這個台灣應該是當作他有個想法是說 比如說今天你要談 對 我理解嘛 對對 那這也是很棒 但是那個是要給倡議者看的嘛 絕對不是給傳統詩调的人看的 那你這兩個寫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管誰看 都會有一種 原來他也可以做來做那件事 這對我可能不一定是有公共利益吧 這會造成我生意更難做吧 因為他就會想說 那我在這邊馬上就發動一個 聚喝什麼什麼什麼 聚吃什麼什麼 之類之類 那他如果是試調的人 他腦力已經開始裝這個 你未來就很難談 講到這個是他有個想法 就是當初他想到這個 彈劾或是罷免的時候有個嗎 就在罷免這個事情上頭 其實我舉個例子 假設這個選區 或者當初的候選人是三個 對 然後 就是以既有的民主制度來看 每個人得票都是3300 只有一個是3400 那這樣子 3400這個 就是 就是 就獲選了 可是 之後在罷免的時候 其實 只要這兩個的 就是支持者 都投 就是 罷免票 他就會被打下了 所以其實 就既有的這個民主制度來講 這樣的 罷免的方式其實 會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 所以 那如果說是 像 舉例來說就是 不管他是不是用區塊聯的投票方式 在當初投這個3400的人 才有資格 去罷免這個 當初他們選出來的人 是不是會比現在的這個民主制度 要來的好一些 但可是這個部分就會變成是說 你必須要有 辦法去證明 當初是我投票給這個候選人 所以你還要不要破壞投票明明性 這是一個密碼學問題 對 對 因為會 就當初參與的人 才會再拿到這一張罷免票 那你還要發一些誘餌票來 重担這件事情 然後買票變得比較困難等等 這些當然有專門的 我有 之前認識幾個 專門做這些 這些設計的數學家 這應該數學上是已經可以解決的 現在主要的問題還是說 它很麻煩 所以它在 在實際社會使用上面 你就是要先 比較願意用一個 不敢講說馬上去當公圖 也不敢講說政府來採取 可是可以在旁邊平行的進行當中 然後發現 雖然這不是官方的 可是做起來好像 有traction 有traction 而在使用 就我們目前的機制來看的話 是說 它在投票之後 比方說我們會 透過email 發給它一個 就是當初它投票的這個ID 所以等於說 我投完票之後 我會得到一個存根 那 假設說在下一次的 要罷免的時候 我出示這個存根 表示我有權來做這個罷免的動作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它就可以去 用區塊鏈這個匿名 但是公開的特性 去做到說 在我下一次 投罷免票的時候 是只有投給這個候選人的 這個就是voter 他才有辦法去投這個罷免票 其實這個數學性質 我了解 我了解 但是 我不知道剛剛你提到說 還有需要 這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也許我想要投票 罷免票 但是我並不想要被旁邊的人知道 我當初是投給這個人的 就是我當初是秘密投票 意思是除了我之外 沒有人知道我投給這個人 那現在我想要罷免他 但是我仍然不想要其他人知道 我當初投給了這個人 對 那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社會期待 但是實務上面你剛剛講的 就需要很多配套才能夠真的做得到 你需要每個人都可以投 但是 當初投給他的人投票才算 的這種設計 那這個應該是要應用 就是票票不等次的概念 之類的 就是好 其他的這兩個候選人之間 還是可以投 但是他們的權重上投 之類的 之類的 那所以就是說 他會有一個比較困難的一個社會設計 因為這樣的話你要怎麼樣 讓另外投另外兩個人還願意來投 等等 他是不是投了就可以 取得更多的參與式預算投票權 那這個就進入 便方投票法的這個領域了 對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是 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資料中心 就是去驗證 他當年有這個存分的人 跟你的投票中心 是不是可以分開來 那這樣就是除了你們這個單位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驗票單位 或什麼單位 來做 跟你們的就是利益是脫鉤的 的事情 不然的話我只要 說服你們的程式改一下就好了 我不能在區塊鏈上作弊 我可以在UI上作弊 對 讓你按左邊變成頭右邊就好了 對 那這個 這個攻擊點也是一個真的攻擊點 對 所以我第一次說你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他你剛剛講的這個才真的會變成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對 QBC也是那個 平方也是一個 我覺得 因為平方其實 因為現在平方是做完說 你也一百票 然後你自己去平均對不對 像我們是每一季發一百票 我們自己理事會是這樣 對 對 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我想的是另外一種 除了這個東西外 還可以再一套做完 就是說我讓你可以去 真的你想真的買票的話 就是真的去買票 Gitcoin現在就這樣做 就是叫做平方基金 平方基金 對 那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哪個coin Git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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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方的一個共同開發企劃 了解 他已經是用這種平方基金 這個也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這個跟你們試掉的特群 大概是不一樣 對 就是基本上我們希望說 它上面有各種不同的用法 對 但是我建議你不同的用法 是不同的branding 不同的deck 根本就看起來不一樣 是啊 對 因為對一個sponsor來講 他可能想要 這次他想要用preferential voting 他想要modable voting 他想要modable voting 但是他想要 對 但是你要有明確的至少視覺識別 我們17個人去發展目標 每個都長不一樣 但是加起來叫做永續發展目標 對 但是你要很明確說這些性質不同 所以你要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logo 不同的什麼 我不是說你要裝成五家公司 哦 或是說你這家公司 五家公司 要很清楚 要很清楚 就是會難以混淆 是是是是 對對對 我們應該先從single voting開始做起來 對然後之後我們會慢慢擴張 對 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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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你們請教一下嗎 對啊 當然 謝謝 如果這種情況下 上線 我可以試試看 沒問題 然後你要KYS的 你會願意嗎 我可以試試看 對不對 我可以試試看 你也知道其實現在 如果 腳是敏人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多的因子 就完全沒有 對 好 謝謝 好謝謝